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早日有介绍科学船师 它很出名 也很风筝台湾的 就是那个岩平最上棋 它是先上棋才好 这高火等担如船师去下棋 早期有两种阵营 一种就是有人先下棋 然后再去下棋 有时候是先下棋 然后再去保释固域在里面 科学船师 他对台湾的贡献 这样就是 他一九四六年都回来 就带一个少年的学生 各种的学生文化 两个人在台湾 每四季去 这收集什么 台湾的民歌 台湾的歌谣 这一直在台湾收集收集 后来到一九六十年 我早日有在说 他就在台北这个国际的学舍 这个国际的学舍就是今天 这个台湾公文的所在 他在那里有开一个什么 台湾雄铁 高雄铁 所以这个雄铁的高雄铁 就是用什么 用台北市 高雷演奏 我们看这也是西方的高雄乐团 配合到台湾 特别有的学期 跟他配合作会 把这个台湾的民歌 跟他唱出来 我也有说 当时一九六四年 有两个英雄铁 高雄 一个就是科商会 一个就是书伟梁 他们两个人是一九六四年 才开始出去 就收集 这个台湾的民歌 歌谣 但是科学城市 其实已经 早一遍倒回来 又不然 已经在开发标会 我们很多人去 他注意到这件事 因为他不是什么 他不是一个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很特别的所在 如果不是在那个 学院里面的学派 都很快让我们 把他收回去 其实这些流行官 这是民众心来 得唱的歌 民众心来得唱的歌 近书我头上有说 岩平 对胸脚 岩平对胸脚 在庙下 这个外国来的胸前 来这里做生理 停留可能一个月多久 有台湾人的女儿 跟这些纯元去乱哀 甚至跟荷兰的医生乱哀 后来就有怀疑 生孩子出来 不过那个纯元 那个医生已经没看见 不知的倒回来 这是什么 这是在民众 担着流团的故事 把他寄出来 康舟先生的客 会感动人是 那个客的现率 那个客的现率 让这个诗 让这个诗 就会感到 怕动人的心 我们可以知道 康舟先生 还有一个 很代表性的另外一条歌 叫做 流声 若哀 这很粗味 流声是什么 流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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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做俗俗的人 叫做林天来生师 这个林天来生师 在一九五五年 他从这个书 太好 拿去政生公布公司 他要找一个人 叫做 林天来生师 他拜托林天来生师 来生气 将他的死 把他扑起来 不过 找不到 找不到 林天来生师 所以赌到 口酒生师 所以这个林天来生师 就拜托 口酒生师 把他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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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起来 口酒生师 真的就这样 将他扑起来生师 将这个林天来生师的师 把他扑起来 这小师在楼下 楼下 楼下什么 楼下 突海人的生物 神经 寫的内容 是这样说 说 楼下 愛人要搭訓 他說想到心生 目酒搭黑分 有話要說 賺這尊 心頭暖紛紛 想要出 像失落分 落聲若向 落聲若向 就要離開軍 這樣就是說 落聲若向 準要出境 再來第二十 他就這樣寫 說 準頂期愛人要搭訓 既不敢本來目酒看得到 有話要說賺這尺 可是不會說後生經 全部他會安醫師 落聲若向 落聲若向就要離開 因為他想要說 說不出來 就隔壁後的地方 買三時也說不出來 這樣就是在說這些狼狽的人 准出去 還倒回來不知道 所以討那些人都經常有幾個 如果回來是叫到 回來是叫到 死命是叫到 因為當時不像今天有雷達 有尾親跟我們報告 風臺來 打風 九 英 多大 沒有 當時都是出去 後天今天去掌火天 今天去渡到風臺天 準病 這都常常出現 我們看第三次是說 堂離水 愛人要準備開 土出大規 分別嘴規規規 一聲擔當三安危 成功回來這麼做堆 情 相侶 心肝 像尖尾 當時落聲若向 落聲若向 不再三歲 落聲若向不再三歲 是准要開出去 准一天會降落 准要出去也會降落 這樣讓人知道 準備出港樓 準備入港樓 我們可以了解一個普羅大眾 需要這種的心聲給他寫出來 就會感動人 如果漂亮的憲律 大家就真近的手在水口來 康舊先生已經四六年 倒回來後沒多久 我剛才早日有說過 他有一個休息 一條劇叫做南杜吉亞 這個南杜吉亞其實他原來在廟下的 不是在說愛情 他原來原來所下的歌是在說新臺灣建設歌 那是國民黨政府來 要去做一個新臺灣 其實不是蓋起來 是給臺灣 物資更加強 物資更加普通 他在寫什麼 寫說 大家美得不夠通吃 生活很困難 物資飄動很厲害 不過後來有人說 那不好 愛情如果寫出來 真近地會出問題 已經四兩年 康舊先生 倒回來的時候 我剛才有說 他有一個親郎 優三濃先生 優三濃先生就發現康舊先生是一個人物資 所以就介紹自己的衛生路 給他食材 這個衛生路 名叫做電繡法路士 電繡法路士 這樣跟康舊先生食材 以前 以前 親戚 兩個人食材 就要開始保養感情 我們說是亂愛 以前 亂愛 他們兩個都會 台南市 火車頭 頭前有一支電繡條 用那支電繡條來做浮費的地方 所以後來 後來康舊先生 就寫一條客 這條客叫做夜半路頂 夜半路頂就是在廟師 他在那個電繡條 電繡條 在那裡 丹浩地繡法路士 他的愛人來浮費 我們如果看這個很醜味 在寫那種亂愛 心境 本不理的感情 今天這個青年人 也是很愛這種歌曲 今天已經沒有人在電繡條 在浮費 康舊先生 我們在電繡條路頂 他們結婚了後 結婚了後 隆重生高的兒子 八個女兒 一個女兒 一個女兒 這樣我們在電繡條 一口罩 八個女兒 一個女兒 一個女兒 這樣 跟他們夫婦兩個一口罩 十一的人 十一的人 要生化 那實在是一個很燈當 再來是國民黨的政府來到臺灣的時候 極力推動說法務 所以就禁止什麼 禁止唱臺灣歌 禁止說臺灣歌 公開的 中所沒有臺灣歌 公開的中所沒有臺灣歌 我相信我們中間有很多觀眾朋友 都有去經驗到這個 因為這個英國臺灣歌的流行歌 所要給金唱的很多條 因為這個金唱 所以也讓他的生活 他生歌 賣歌的經話 生氣的生活 所要來 如果擔當 他為了要出生活 如果所有人欠生氣 要他去教授 他會去 所以他在台南中學 台東高工 台北柱南中學 我在那裡教授 大部分的時間 他是在台北這個大橋頭附近的所在 他的家庭在那裡去做 在那裡的生活 我們先說到這裡休閑一下 再繼續 我剛才有說 他叫五年安平對上企一個副 有很多人在唱 他也讓人開始跟他重視 後來他跟三郎先生 兩人就開一間 叫做中國唱片公司 這個中國唱片公司 他們就將他們所收到 刮一條一條把他錄起來 後來這個中國唱片公司 有幾個地方改名 又改做盧翁 改做太翁 太翁 他說沒有名字 怎麼改 都是為了一個人要升級下去 要升級是為了什麼 不是為了賺錢 你看生活很困難的 是邀哥在想說不是為了賺錢 是為了要做什麼 為了要讓臺灣的鄉土民謠 臺灣的官邀 可以幫他保證下來 所以讓這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就是為了要保證臺灣的官邀 臺灣的民謠 大家看他的生活已經很困難 當時這些唱片公司雖然有唱片 那時候沒有說什麼頒管 什麼地匪財產館 這都是我們近代法律有保證的 在1950年代 別人如果看到你對一條客 對一條歌賺錢 他也去灌手機 哀掉的 再放下去 所以要保證 我遇到很大的困難 但是沒有 庫舊先生 真有客氣 這附近日本 都很特別的 那個客氣很強 他沒有因為人投影他的東西 讓他的手機公司升級 遇到困難 他就為了這樣灰心 沒有 他繼續創作 我們可以這樣說 從1940年 他倒回來 到1980年 這樣在這個三十兩年過的時間 他朝著一年有一條兩條的客出來 所以總共有三十一條的客 這六十一條的客 其中還有沒有發表 有四十七的客 不是發表過的 在這個刮車 很愛的流行刮客的中間 他這樣不停 他在寫 這些刮車 拿去四個的唱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刮車賺很多錢 唱歌賺很多錢 嚇客的人 常常常收收拾 這是一個讓人很感受的地方 不過他不讓這樣停止 他遊玩繼續 去採訪很多這些民歌 我頭生有說 他就六十五年十月七十 他就在這個國際學校的所在裡面發表 他的發表就是臺灣鄉土高鄉客 他就已經在努力 這個高鄉客的時候 還有特別的地方是甚麼 他在分成四個學生裡面發表 前一個學生是甚麼 河樂園的刮鯛 第二的學生是客家的刮鯛 第三的學生是白日期 白日期就是青春刮鯛 經常像這種的刮鯛 把他收拾起來 再來就是我們住民 我們住民的現率的刮鯛 他都給他刮開 這樣他都用多久的時間 我有說用十八年的時間 他將這些民的刮鯛鯛 給他輕輕作為 真是一個很特別 後來就灌一張手機 他在那個裡面 有人說那是唯一的一張 臺灣鄉土高鄉客 唯一的一張 進補背的一張 這樣我們也可以知道 庫舊城市有一個 很大的心願 他要刮高鄉客 黑瓜堯的庫舊城市 在刮高鄉客 高鄉客 我們要很大的樂器來配合 可以看出他有很大的那種心興 或是說影心的努力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他這樣回來的努力 到了他就北空年他過往的時 這個時間數量年到北空年 我們可以看出他有三十四年 他在營業界是非常活動 特別在這個流行營業的中間 更特別的地方 我剛才有說他生八個女孩一個好生 其中有五個女孩都受過他分年 不懂樂器 真厲害 唱歌 表演 歌舞都會學 庫舊城市 又去跟什麼 藝學歌舞團 這是很出名的一個歌舞團 他跟這個藝學歌舞團 很出名的歌舞團跟王國學律師 兩個人合作 所以就將這個民宿的歌舞團 用這個歌舞團 用他們的歌舞 配合流行歌 跟他表演出來 這也台灣唯一的 流行歌用歌舞的方式 用這種舞蹈的方式 跟他表演出來 這個唯一說是很特別 不然他跟後來 那裡有一個原住民 叫做亞馬斯塔 亞馬斯塔 他跟這個亞馬斯塔 他這個中文的名叫做烏松雪 兩個人有很好的合作 因為這個亞馬斯塔 他自己有一個叫做清流 清流行舞蹈團 清流行舞蹈團也來跟他合作 他如果有三家的原住民 歌到這個亞馬斯塔 這個青流行舞蹈團 裡面演出 康舟先生說是非常特別的一個 營業家 他都集在什麼流行營業家裡面 有人說有六的座 廟都他說頭一個座是什麼 座品很多 第二座是什麼 他採集的民歌很多 第三座就是 他的營業發表費很多 他如果有新的座品 他就拿出來發表 有新的座品就發表 所以這個叫做發表的頂數 有很多 人家有管做 手品 我有說他有開中國 手品公司 後來手品公司 小營社 改三的名字 不過他出的 那種我們說 黑膠的 黑的手品 這很多 再來他發生很多 很多流行營業家的歌手 都跟他有關係 譬如說我們在說的文化 譬如說的鄧麗君 路外的鳳飛飛 他們這些人都跟他有很密切的關係 再來最後一個人就是什麼火災 他說十五個子很多 八十五個子一個學生 我們就可以看出 他不只是在台灣巡迴去東南 甚至去日本 去日本又有去電視台 富士電視台去表演過 不過很奇怪 在台灣很多人說去他的故事 這是非常可笑 他叫北空年八月初日 因為心臟病官 在內口中間來過往 鄉年只有六十歲 很可笑 他的學生為了一個學生 庫條金普世 他跟他的老爸一樣 有很奇怪 想像是中老爸作品 收收的 跟他出一本書 出一本書 就中老爸作品 都附帶在那本書裡面 庫條金先是出老爸一本書 我們其實可以去買來看 叫做五山普頂的庫舊 有線譜上的許實 我們可以買這本書 來人物庫舊 甚至其實他的貢獻 對台灣民間流行官的貢獻 原來這個庫條金先是做一個 更讓我們感動的所在地 中老爸所有的作品的東西 就駕付給台南市政府文化球 台南市政府文化球 就成立一個叫做庫舊營業館 在美女的開放 讓人去看 去封門 我們就可以看出 他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營業家 讓我們可以感動的地方 就是他在說話 他說 無論唱片的公司在用 怎麼經營還不好使 他一直都疼疼疼下去 只有一個目的 為了要保存台灣的流行運作 為了要保存台灣的民國 保存台灣的官藥 他可以付出所有的一切 其實這句話也是 他的選手在日本交代 你回去台灣 要將台灣的民國 台灣的國藥 給他保存下來 他就將選時的為一四人的日 做這個努力 可就選時 在我們給他少量 台灣流行國的創作者 謝謝你 半時間看這個節目 平安 不過… 帶這個… 到晚… 到晚… 在英國… 到晚… 吃… 到晚… 到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